太平天国为何落败?洪秀全错误抉择,失去成就大业机会。 说起洪秀全大家都知道,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人,不得不说洪秀全有着超出常人的胆识和睿智,就是这样的一位有魄力的才学之人,也是在多次考试失败之后走上了推翻新王朝的运动。 在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,所有的人都有着同等的地位并且一起在田间劳动,这对于过着水深火热生活的人,这样的生活让全国人民都很羡慕。 所以洪秀全一接干而起,就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。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,洪秀全与石打开等众多领导,可谓是万众一心,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,但是由于性格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,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定督天经后,各个领导,人之间就出现了不和,没有及时地抓住发展的大好时机,以至于之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走下坡路。 最终惨败总结太平天国运动落败的原因,在于洪秀全以下的错误选择首先,是在攻下天经后没有及时地攻占京城这样的现象,也出现在后来的每次胜利之后,总是选择在取胜之地逗留较长的时间, 没有一股作气乘胜出击并且在面对九宫不下的地方时,一直周旋时的士兵,丧失了极初期的雄心壮志,尤其是在攻占天经后。 长期停留响了士兵,已经变得懒惰,毫无进取之心,是为后期的失败做了铺垫,其次洪秀全贪图响了,忘记了起义的目的,本来就是冲了人人平等的福利财,赢得众人的支持。 在定独天经后,开始称王这完全和初期的口号违背追随着,丧失了对于领导的信任,所以在后期的战斗中,士兵早就没有了初期的分不顾身。